Time to say good night 我想這首歌是我哭得最多一次 我們當然有溫柔的一面 Hello 大家好 POPB的讀者,我們是足質毛 如果幻想一下沒有了音樂的生活 就可以幻想一下沒有了空氣和水的生活 譬如在大自然裡面 風吹那些草也是音樂 當我們整理一下聲音和頻率 就可以變成音樂 很多音樂都可以觸動我 只要那一首音樂和當下的心情配合 就一定會觸動 總有這些時刻 當你和音樂的心情產生共鳴的時候 自然就會很情感 我記得是樹洞 樹洞有一首歌是1234567 我記得我們有幾個成員 只是在錄音樂場玩的時候 玩完都很呆了 完結後 不至於流冷淚出來的 但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但我呢 因為唱歌 當一喊出來 那一刻很容易牽動到情緒 我見過阿水好像正錄完音那一刻 我忘記了哪一首 應該都是八 八我想這首歌是我哭得最多一次 我到現在為止我想是八 概括了我們玩了這麼久的一個小總結 都是八 已經不是說那個風格 剛才Nexter說得對 即是 講了一個小人生 這個階段大家想到想說的東西 我都是八 不過除了八之外 我喜歡有首歌叫Welcome to the graveyard 我們當然是有溫柔的一面 其實搖滾 為何我們經常說自己是在玩 Rock 即是如果你要再細分 有很多不同的音樂類型 但是我們說 是的 我們就是一隊 Rock Band 這樣才反而令到我們沒有一個 很小的框框去跨著自己的音樂類型 所以我們呢 是經常有機會表現到自己溫柔的一面 我自己的比喻就是 好像你看One Piece裡面的海賊船上面 即是每個人其實有自己的某些長處 但反而是否真的有一個特定的崗位 其實不是那麼清晰的 但大家是當然有那個互補不足的那個能力 都做了叫做差不多十年 之後我們還想繼續做些什麼呢 有某些想試的東西試過 有些想試的東西還沒試 我想我們會繼續去 沒試過的東西都會進發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竹珍毛 如果大家想來看我們演出 請記得請去Kog & Flap HELO 還有錯誤 另外見面